今年同志大遊行當中 吸引了不同年齡層的人參與 而參加遊行的隊伍 裝扮也是各出其招 另外像是藝人無客群 還有丁寧也都到場聲援 13年來最盛大的一次同志大遊行 吸引超過7萬人參加 身上裝扮大家各出其招 要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同志大遊行登場 遇上萬聖節 不只有上百種變裝 遊行民眾紛紛發揮創意 將代表同志的六色彩虹 運用在全身上下 而也有人選擇在這天 穿上一席美麗婚紗 走上台北街頭要求婚姻平權 畢竟性別的關係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會穿這個 那我會覺得是說 為什麼想要在今天穿 因為畢竟今天是遊行 我想要一年一度有這個機會 可以穿上它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看見 就是更多元的世界 然後能夠支持多元的社會 能夠共同和平的相處 彩虹期隨風飄揚 今年主題打著年齡不設限 參加遊行的民眾不分老幼 通通齊聚 還有家長帶著年幼的小孩 到場聲援 另外包括藝人 吳克群 丁寧 溫嵐等人也都到場力挺 我自己是個母親 我希望能夠呼籲我們 有小孩的爸爸媽媽 就是同志 同性戀不是什麼任何問題 同性戀是自然的存在的 要接受自己的同志小孩 站在你同志小孩的那一邊 不管是成年未成年 那都有可能因為性別的關係 因為性別認同關係 受到歧視或霸凌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 這不是應該正常存在 在台灣這個人權的國家 台灣同志大遊行 邁入第13年 希望不同年齡 不同性別的同志 都可以展現自我 找回最原始的樣貌 解放暗櫃別再被貼上標籤 優點TV 楊子健理 聽台北報導